明镜与美国前夫结婚之后,生下了一个混血儿子,在早之前媒体就有曝光过明镜儿子的长相,但是因为当时的他还未成年,在很多人看来,他就是一个外表比较普通的小胖子而已,并没有引起大众太多的关注。 而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俊了久的明镜,深知娱乐圈的生存之道,而且,他也有意不想让自己的儿子过多的暴露在大众的视线之下,所以,他对儿子的保护措施是做得非常好的,我们也很少能够听到有关于明镜儿子的消息。 近日,有网友上传了一组在机场偶遇到明镜和他儿子的照片,根据时间,我们可以简单地推算一下,明镜的儿子,现在应该也是21岁的年纪了。 画面当中的明镜,还是以一头张静俐落的短发,出现在大家面前,也许是不想引起大家的关注。 明镜戴上了一个大大的黑色口罩,将自己的版边脸都遮住了。 不过,因为明镜的长相太具有标志性,即使是这样,啊,是被熟悉他的粉丝一眼就认出来了。 当天明镜穿了一件红色的外套,下身穿了一条黑色的长裤,从明镜的穿着来看,她并不像圈内的某些女明星一样是带货女王,发脑打扮得非常低调。 在明镜旁边走着的小伙子,应该就是明镜的混血儿子了。 与妈妈的打扮相对比,明镜的儿子可就显得高调太多了。 只见她戴着一顶黑色的牛仔帽,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T恤,上面的花纹特别夸张,手上还戴着两个硕大的金戒指,非常的引人注目。 这种穿衣风格跟身边低调的明镜相比,显得略有些浮夸,不过考虑到,她正处于追求潮流的年纪,再加上是在国外长大,爱这样打扮也无可厚非。 这么多年过去了,明镜儿子的身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 还记得小时候的她出现在大家面前,是一个肉都多的小胖子,可是现在的她身材变得非常的壮实,就连身高都已经超过吗? 再见 再见